请问发财的克星是什么呢 人呐命里带财才追着跑 你到什么地方他就跟到哪里 但是有一样蓝克不幸 他可是发财的大克星 我们来听个故事你就全了解了 说很早以前啊 有一个姓王的大财主 家里呢是特别有钱 老年得子就非常疼爱这个孩子 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上啊又怕掉了 孩子自然是被宠上了天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村子里啊有一个姓赵的叫赵半仙 算卦那是一算一个准 这个大财主就把赵半仙请到家里 给孩子算上了一卦 赵半仙要来生辰八字一对 这可不得了 这个孩子三十岁那年 那是要发大财的 这是一个富贵命 大财主当时就把这个卦箱 装在了一个荷包里面 给了孩子交代说 你三十岁那年啊 是要发大财的 你不要忘记了发财的时间啊 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 二老给孩子娶了一房媳妇 就撒手人寰 离开了人世 没过几年 这王富贵就把父母留下的财宝 是一败而空 不得已带着老婆住进了破庙 以乞讨为生 但是这两夫妻啊 心肠特别好 要来的饭都要先敬下土地爷 自己再吃 有一天晚上啊 王富贵做了一个梦 梦见土地爷跟他说 我给你一把弓箭 你的箭射到哪里 你就开始到那里去挖地 挖地三尺 里面就会有很多金银财宝 王富贵一梦醒来 他想 我还要去挖地 还要挖地三尺 这得多累啊 就一直哭 这时候来了一个县官 这个县官就问富贵 你为什么哭啊 富贵就把梦里的事 跟县官说了 这县官也想得到这笔财宝 就跟王富贵说 那我们换一换 我来挖地 你去当官行不行 富贵说 当官还要每天生糖 这个也太累了 我不愿意 这县官摆了摆手就走了 王富贵就想了想 想了个好办法 他说 我把剑朝天上射 银子肯定就会从天上掉下来 于是他就真的朝天上射 这个剑呢 就落在了一个葫芦上面 他心想 这个葫芦里面肯定有财宝 就打开葫芦一看 里面只有一张纸条 上面这样写道 取银怕刨地 当官怕生糖 讨饭就赐你个葫芦瓢 于是呢 富贵还是讨饭 到29岁那年呀 生病了 就交代老婆说 我死了以后呢 你就把那个算卦的卦箱啊 跟我一起埋了 我要到地府 亲自去告那个赵半仙 就是他算了个卦 说我30岁发财 害得我是什么都没学会 说完以后 就离开了人世 老婆就真的把卦箱 跟他一起埋了 富贵就来到了阎王爷这里 上去就是告那个赵半仙 阎王就把赵半仙抓了来 问他 你是怎么算卦的 赵半仙说 我算卦从来没算错过 可能是他的生辰八字错了吧 就拿来了生死簿 一对 没错呀 那怎么回事呢 就取来了应付簿 这应付小鬼呢 就跟阎王爷说 是啊 是有这笔财 他命中注定是做生意的 但是他也没做生意 我也找不到这个人 我以为他是去读书了 所以我就交给了文曲星 于是呢 黑白无常就带着王富贵 去找文曲星 文曲星就说 是有这笔银子 但是每年科考 我也找不到王富贵这个人 我以为他从五去了 我就把这笔银子呢 交给了五弟 黑白无常又把王富贵 带到了官地庙 周仓说 是有这笔银子 但是每年五考的时候 我也找不到王富贵这个人 所以呢 我把钱交给了石殿 黑白无常又把王富贵 带到了石殿 石殿说 我找来找去 三百六十行都找不到这个人 我有钱没地方付啊 我就交给了他村里的 那个土地爷 阎王爷呢 就召见了土地爷 土地爷说 阎王爷我也是没办法 这个人呢 懒 他是懒到了出奇啊 叫他射箭 他怕袍地 叫他当官 怕生堂 甚至他连扫地都不愿意扫 这个银子我没法给他呀 你现在找到我 我把这个银子上交 阎王爷听完以后啊 就叹了叹气 你这个人呢 也是懒到家了 你懒成这个样子 连神仙也没办法救你呀 听完这个故事 您明白了吗 其实懒呀 那可是你人生中发财的 大可行 BORN FOR EDM 我还没有到家